紫禁城室内乐团上周五在中国驻休士顿总领馆总领事官邸 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饗宴 一百多位钟爱嘉宾出席观赏聆听 耳熟能详的曲目加上中国古色古香的搭配 充满了浓郁的中国风情 让现场宾客无不感受到中华文化的优雅魅力 当天邀请的一百多位钟爱嘉宾 包括老布希总统儿子Neil Bush 德州众议员吴源之 法官张文华 太空人焦立中 美南新闻传媒集团董事长李维华夫妇 莱斯大学校长夫人孙岳平 亚洲协会会长夫人陈业 休士警察局副局长Michael Wong等出席了这场音乐饗宴 中国驻休士顿总领事李强民在音乐会之前表示 音乐是最没有语言翻离的沟通媒介 好的音乐不需要任何语言 即可打动人心 紫禁城室内乐团是由中国音乐学院顶级大师组成 该室内乐团成立以来多次参加国家重大音乐活动 并作为文化部对外交流中方快车的国家高端艺术家团体 该团获得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室内乐团之一 艺术足迹遍及国内外音乐舞台 被评为体现了传统音乐特有的荣华与典雅 这次紫禁城室内乐团来休士顿演出 除了在本周日2月1日晚上6点在斯坦福中心 做2015年拥抱春天春节轮欢晚会中的最大亮点外 开门还将于1月31日下午2点半 引休士顿交响乐团之邀 在文化中心做一场盛大的演出 提前与休士顿广大桥界哀乐人士见面 紫禁城室内乐团 这次在中国驻休士顿总理事馆官邸 为120多位观众带来的曲目 《惊蛇狂舞》 《纯江花月夜》 《木歌》 《二泉音乐》等共9支曲子 直至经典古乐之作 令在场的中外宾客 沉浸在中国悠扬典雅的曲音中 让大家有机会感受一场 中国独特风格和精湛水平的音乐盛宴